Hey, 大家好, 我是 Manji, 欢迎来到 Mancaping 有点感动,真的有点感动 想起一个画面,2016年Christmas,潮流特区 那个慈昌放了几对黑色 对对说都五六千元的,那时候真的 只是忙,真的忙,特意去忙那几对 不捨得买,五六千元一对鞋,那时候真的天文数字 现在终于拥有了,这一对是Oreal 来的 终于自己拥有了,三部曲里面 第一对是Design Blue 我有了,第一对我卖了 这对是Oreal 第二,第三对是The Black 应该过多几个月会出门,那一对我一定会买的 到时看看会不会买到Design Blue 好了,这一对就是Oreal 了 特意穿上一件Babe,像是2016年了 好,那现在开始看看 好,那是 今天集體回憶 2016年 我當時多些頭髮 好快說一說 今天介紹第Easy30 V2 Oreo 3月12日10時 Editers.com 我手動買到 其實很容易買 要買一定買到 但現在外面很多人在炒 2,5-6元 也有人會買 為什麼不自己按呢? 可以買到的 就算買不到 當時買不到 你按F5 按Refresh 會突然彈出來 Editers會Restock幾次 同一天 可能夾半個小時 一定買到的 不要懂得炒 講過了 3.0 V2 Oreo 好,拿出來看看 先說一下尺寸 這隊 我急取了Dazzling Blue的教訓 這次我買UK10 即是US 10.5 因為我覺得這隊 比最近的Easy350 會比較小 可能是OG款 我那時候對Dazzling Blue 我感覺到有點緊 所以這隊我買多半個馬 剛剛試試看 Perfect Perfect 好,拿出來看看 有,終於 有 当年真的,在池头特区,他们用真空的鞋包住的鞋,放在厨窗,我真的特意去看,知道自己不会买的,五、六千元,那时候怎么会买呢? 现在,原价,买到了,买到了,好,很快讲讲鞋先,我先看QC,最早要看QC 之前的Design Boot真的好不行,这对不要令我失望,不要令我失望,没有交税积,少少,头少少交税积,OK,OK,这对,少少交税积,接受到,后面OK,OK,最重要,有没有撩起,我们的Design Boot,两只脚不同的 我们的Design Boot,因为前面的抬头一高一低,所以逼住,和尺寸差一点点,所以都是决定买到高,赚了好像200元,现在我价格回到2100-2200元, 我可以买回的,其实也可以,但是我就不买,我等过多几个月,出了一对Bread,到后才决定买一对Design Boot,很快讲讲,整对黑色,是有点点点的,其实这个不是真的白色,是有点cream 色的,两边,一个反转的字,一个反转,一边反转,一边正街, 所以都是一个reference,但是这对反转已经做到很好,出了这么多年,可能出到2.0,3.0,4.0,很漂亮的,他们的反转,物料是完全一样的,真的分不了的, 没有了,这对,终于拥有了,我值得拥有的,等了这么多年,原价买到,是真的很开心的,是很开心的,但是这对,真的会不会再穿呢,真的要考究一下,其实EASY的热潮已经过了,这些都是买回来的,都是情意结,集体回忆,我可能真的未必穿的,都是放在这个display 柜, 看回来的,看回来的都很开心的,想回当年,当年,这对,总之,香港就卖1,999元,而美国应该$230元,应该$230元,是加了$10元的,如果不是就可能$220元,如果$220元,都是$1,800元左右,其实都比香港便宜的,但是,算了, 很多钱都买了,这对,我之前没想到这么容易买到的,想着都要吃炒的,但是就,幸好原价买到,这对,全黑了,那我就应该不会穿的了,我真是白起的, 有时 applied,再次 Imagine 4 00.000 特别一样imal Avengers,我亲属员的,这个第一支很多年太多了,this otherFL 쓰� consequence 等下就是一层一个月的頤ice 还没收入呢, 再一次播放出来,很震撼的,如果回到2016年我发财了,这对是级我最逮оп的,好像还貴一样的喔 我看了 StockX 现在大约 $2500 多 加上运费大约 $2700 多 如果想买的话,试试香港 看看能否找到 $2300 、$2400 贵一点都值得的 值得存储的 今天就这么多,下次再谈 记住,我自己就买大多半的 做个Reference 今天就这么多,下次再谈